男人瞒着妻子第一次和朋友来夜总会 心虚地她紧张地走过右盘 为了缓解尴尬 男人选择坐下 男人这屁股还没落下 一个妖容甜美的姑娘就走了进来 男人不好意思地脱掉外套 又下意识地松了松领带 还没来得及摘掉 女人突然就跪到了面前 这个表面上看似是夜总会的地方 其实暗地里是韩国官方全色交易最大的场所 来到这里的人即便是普通公务员 也能一夜带走数百万 因为这就是权力的代价 今天带来的是韩国刚上映的电影 权力的单身 你可以不相信韩国电影的质量 但你要永远相信它的尺度 就没有它压的不敢拍的 导演用极具现实的手法 在下了什么叫滚黑结合 请注意是黑 黑社会的黑 看完这个电影后你会恍然大悟 不光能重新打开对韩国政坛的认知 还能充分了解全球上层社会的现状 1992年3月 韩国清瓦台办公室内 斯明来自不同领域的代表 正在为下一届釜山选举炒得不可开交 因为当时的釜山是21世纪太平洋时代的小头堡 海洋强苦的心脏 是韩国重点开发项目 取得这里的管辖权 就等于得到了半个韩国 就能为下一届总统选举不落 作为军政界的领军人物 不管他们中间谁上任 那后半生绝对是前途无量 吃何不愁 经过一番商议这帮人就想利用釜山开发项目 给自己筹集竞选资金 当然他们不能露面 于是这项黑暗的政治交易 就落在了在釜山有绝对实力的老权手里 这个人可不得了 人虽然不在政界 但政界一直都有他的影子 操控非法选举 谋划政治 破坏民主主义 关黑其和等等 就没有他不敢干的 得到上级的命令 老权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竞选釜山的一员换成自己的心腹 于是他当着釜山各部门的重要领导的面 把竞选呼声最高的全海雄资料当场自会 因为这个人不听他的话 还阻碍釜山开发 所以被提前嘎掉 理所当然 而此时的海雄还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除名 他正慷慨激昂地给自己的选民演讲 宣称自己一旦当上釜山的一员 绝对不会让政府胡乱开发釜山 让釜山居民永远拥有属于自己的地产 他这一番演讲赢得了市民的绝对支持 然而当他愁愁满志地回到家时 却看到一群小混混正在骚扰他的父母 海雄瞬间暴怒 直接和小混混撕打起来 这时混混的头子阿金告诉海雄 他的竞选已经被除名 并让他偿还之前借给他的十亿竞选资金 海雄听到这个消息 犹如蜻蜓霹雳一般愣在了原地 次日海雄焦急地找到老拳 质问他为什么把自己除名 老拳根本看不起他 随便给他说了两个理由 因为他反对政府开发釜山项目 二 多次违反了下达的命令 所以才提得出去 海雄不想失败 立马跪下感求老拳再给他一次机会 然而他的下跪不仅没有得到老拳的同情 反而还在新的竞选议员面前丢进了脸 回去的路上海雄愤怒地发泄心中怒火 多年来努力的目标就这样被人轻易拿掉 海雄不甘心 他不想认输 绝对利用手段拿回丢失的一切 他让在机关工作的学弟阿文 去办公室偷拍了釜山绝对机密文件地产开发规划桌 这可是重磅炸弹 海雄可不管这些 先扳倒老拳再说 有了筹码 海雄赶紧找到阿金 让他再赞助自己实意竞选资金 阿金认为他疯了 于是海雄将釜山开发规划收拿给他 阿金看完之后两眼泛光 但仅凭他的实力 根本就吞不下釜山这么多的地产 于是介绍了更大的黑帮给海雄认识 此人叫老乔 靠着一手放贷生意起家 实力深不可测 老乔看完釜山规划书后 立即同意再给海雄投20亿竞选资金 同时他还花了300亿 购买了规划书上面部分地皮 将来釜山顺利开发的话 这块地皮至少要涨1000倍 所以这场议员竞争一定要赢 于是三人立即结成战略同盟 帮助海雄竞选上位 首先海雄先以无党派人士参与竞选 随后三人白天再到处演讲拉拢选票 为了拉拢更多人 阿金甚至还让小弟把钱放在信封里 党子红包发给市民 而海雄也对市民发誓 即使现在不能阻止政府对古山的开发 但他也承诺只要选他成为议员 保证会让每位市民取得到最大的利益 每一个人最少多分一亿现金和一套房子 海雄慷慨激昂的演讲 让他得到了市民的大部分选票 支持率遥遥领先第二名 但这可不是老拳要的结果 更不是青瓦台那几个人想要的结果 于是老拳便来了一招满天过海之际 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韩国作为全球最后一块殖民地 不光军事上没有自主选 就连选举都要暗地操作 眼看海雄的知识率超越了老拳的人 这个老头再也不淡定了 他深夜叫来负责选票的记录员 用其家人的性命威胁地修改网上票选记录 并承诺失诚之后送他去外国 记录员为了家人只能同意 同时老拳又吩咐手下 临夜修改线下的选票票根 就这样海雄有领先变成了落后 至于记录员则被老拳带上了船 但他并没有按照约定送出国 而是将记录员半路打死 扔进海里 而此时的海雄还在家里 做着竞选成功的美梦 奇料的第二天他成功落选 支持他的人纷纷离他而去 连队友阿金都不再跟他合作 但事情还没完 老拳还有后手 准备置海雄于死地 他叫来阿文 逼他连夜修改已经定制好的 釜山规划开发图 阿文虽然不敢 但在老拳的淫威下只能乖乖听话 自从海雄的计划全部被老拳杀死 而老乔看到 火山计划规划书的内容 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勃然大怒 花三百亿买的地肥 全部成了废地 愤怒的他认为 是海雄和阿金 连起手来骗他的钱 于是找了外地黑帮的人 把阿金的厂子走了 这群人在道上行走了多年 只认钱根本不认人 要不是阿金的小弟拼命护送 阿金当时也要嘎掉 为了搞清楚状况 阿金抓住了偷拍文件的阿文 又叫来海雄对峙 最终在海雄的暴打之下 阿文交代了一切 这才得知 原来又是老拳在背后放鬼 海雄彻底怒了 老拳这是一点葫芦都不给他聊 于是他想了一夜 终于想到了反制老拳的办法 他让阿金继续跟他合作 肯定会绝地反击逆风很难 次日阿雄去报社 找到了记者小宋 向他透露 有人擅自修改釜山规划方案 并拿出原始的釜山规划计划书 给小宋看 一心想要上位的小宋 立即将得到的资料登上了报纸 他又利用这次机会 搞个大新闻 成为国内最有名的记者 就在海雄要欣赏 老拳气急败坏的样子时 老乔竟然要背刺他 他要去检察院 检举阿金给他贿赂 20亿竞选资金的事情 海雄慌了 如果一旦举报成功 他将永远不能参加竞选议员 于是他联盟去见了 在检察院当领导的师兄 师兄知道这种情况后 决定帮助他 正负责接待老乔的检察员叫过来 先带他去夜总会里 享受一番玉女之夜的温存 又给了他一大笔薪金 检察员直接被拿下 对老乔直接变脸 让他回家等消息 老乔也知道这里关棍想货 回到家后 戏机败坏的他 打算向电视台举报阿雄 结果被阿金在大陆拦住 海雄交代他不能溜活口 谁也不能阻止他的上位之路 于是阿金带人将老乔打成残疾 又给他灌了一斤白酒 随后伪造成车祸现场扬场而去 就在海雄以为除掉大麻烦之时 老全看到了报纸上刊登的消息 这彻底触及了他的底线 他又让海雄死无葬身之地 这是韩国最真实 最悲哀 尺度最大的政治电影 剧情反转反转再反转 不得最后一秒永远才不到结局 海雄让记者小颂 把原始釜山规划开发书 刊登在报纸上 宣传有人擅自改动政府开发工程 以此来扳倒老全 老全看到后果然火猫三畅 给报社老板打电话 利用银威让报纸停止报道这件事 老板没办法 只能让小颂停止刊登 小颂看不惯老板跪舔政府高官的样子 一怒之下辞职不干 另一边海雄也知道 自己应该和老全见面过过招了 于是他悄悄跟踪老全 发现老全找阿文询问原始釜山规划 开发书泄露的事情 于是就跟在他的后面 两人终于面对面交锋 海雄仗着手里王 还让老全重新选他当一员 并且他还要开发釜山地皮赚钱的三层股份 以补偿他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老全呵呵一笑 海雄的胃口已经超乎他的想象 这种血亏的交易 他肯定不会动议 互相不服的两人开始了终极较量 老全率先出招 他找到了海雄的师兄 利用手上的银威 让师兄重新启动调查老乔的死因 并让师兄站在他这边 师兄为了自己的乌纱帽只能妥协 让人将海雄和阿金抓进监狱 好在两人提前又准备串好了供词 面对警察的审问 两人回答的滴水不漏 最终警察只能把海雄放出来 却没有放阿金出来 因为老全准备从内部瓦解海雄和阿金的合作 他将阿金叫到自己的办公室 利用合成的假录音 让阿金误以为海雄一直在利用他 利用完之后就会过河拆桥 将他当成替罪羊 老全让阿金帮他做事 阿金没有当场回答 而对这一切还一无所知的海雄 还又对老全进行最后的致命一击 首先他找到辞职的小宋 跟他沟通如何扳倒老全的计划 想不到小宋却告诉他一个惊天的秘密 原来之前被老全打死的记录员并没有死 小宋还找到了他 并且记录员将老全逼得修改竞选选票的事情说了出来 有了录音和关键的证人 海雄手里算是拿到了扳倒老全的王牌 并且为了安全 他还把记录员接到了自己家保护起来 并且还和小宋商量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 将这件事情的影响力扩大到全国 到时候老全肯定会被拉下马 小宋也同意了计划 但在这之前 海雄要想办法把阿金从监狱里弄出来 他利用师兄去夜总会找小姐的视频 逼他放了阿金 并让阿金支持自己搬到老全 自己手里有打败老全的王牌 阿金点点头表示支持他 当晚海雄又去找老全 两人又进行了一场极限拉扯的谈判 但内容却无人知晓 4日阿金接上海雄和记录员去新闻发布会 准备揭发老全 然而阿金走到半路 竟然掉头拐弯去了海滩 没有去新闻发布会 另一边小宋在新闻发布会现场 焦急地等海雄到来 直至海雄没有等来 却等到了阿文 他进门之后就慌慌张张地走到讲台 颤不地宣布 他要对原始釜山规划计划书泄露的事情负责 计划书的内容是他泄露的 但他却是被黑社会逼迫的 小宋听到阿文讲的内容 和他了解的完全不一样 连忙出去给海雄打电话 但一直没有人见 这时他身后来了一群人将他掳走 而此时的海雄被阿金锁在了车里 动得不得 那名记录员则被阿金装进桶里 又用水泥封起来 再次沉入海里 随后阿金又让手下烧煤炭 又让海雄死于二氧化碳中毒 造成意外死亡的假象 吩咐完这一切的阿金正想着以后 投靠老全过着好日子的时候 谁知突然被手下从后面打运 另一边的新闻发布会现场 当台下的记者询问阿文是谁给他的时候 得到的答案却是阿金 并且他为了和老乔争夺计划书 残忍地将老乔杀死 最后海雄从车里出来 将阿金关进了车里 原来那晚老全和海雄做了一批政治交易 老全见海雄做事十分狠辣 深得他的赏识 他让两人都录下了各自的把柄 这样他们就可以相互制运 他承诺让海雄进入自己的团队 但海雄以后必须听他的话 最终海雄为了上位答应了老全 海雄也自此彻底黑化 杀死了记录员和知道内幕的小宋 并让阿金当了替死鬼 最后海雄如愿成为一员 老全还亲自给他带上一员徽章 并带他进入到了青瓦台 面前那群国家蛀虫 而对于海雄来说 好戏才刚刚上演 这部电影最大的特点就是 让普通人看清了 为什么官越大心越狠 没有情非得意 没有情有可原 没有环境所迫 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前权二字 现实就是这么冷漠 所有的理由都是借口 所有的借口 只是不负责任的遮羞布罢了 推荐指数三颗星 我是朱瑶 我们下期再见